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前不久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正在考虑让F-35系列联合攻击战斗机具备反导作战能力 他可以在对方单道导弹发射之后不久对他进行侦测跟踪然后发射拦截导弹将这些其击落达到出段反导的目的 尽管当初美国空军并没有要求F-35具备反导能力 不过美国各大航空工业巨头均表明F-35已经具备执行这样任务的潜力为美国反导体系增加其缺乏的出段防线 根据美国研究反导数十年积攒的经验有最佳100秒 这样一个说法即在弹道导弹发射之后100秒内进行拦截效果最好 在这段时间内弹道导弹刚刚发射处于加速上升阶段飞行高度低速度慢 有较强的红外特征信号弹头和弹体也没有分离 在这段时间拦截一枚导弹意味着击落多枚弹头 在弹道导弹发射后的初期拦截理论上可以用最小的付出换来最大的成果 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弊端是陆基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 往往深入大陆内部 出于发射方控制的领空之下 在这种地方进行反导作业 只能依靠空中的战斗机 于是美国空军又搬出了奇万能法宝F-35系列联合攻击机 美国为此研发了NCAD拦截弹 它由美军广泛装备的AIM-120超视距远程空空导弹改装而来 用AIM-9X超级响尾蛇的红外导引头 替代原来的主动雷达导引头 并且增加一个第二级液体火箭发动机 根据相关资料该导弹长度为3.6米 直径0.18米 发射重量为150公斤 最大拦截高度为80公里 最大飞行速度为8马赫 仰仗F-35装备分布式光学孔径雷达 NCAD可以快速锁定 跟踪刚刚发射的弹道导弹 据称可以拦截1000公里以内的中短程弹道导弹 而这种空击出段反导的思路完全是建立于敌国领空 已被完全控制的情况下 在任何未来可能